文大宿舍案持續延燒 不僅讓侯友宜陷入正義泥棗 也燒出大學生在外組務問題 因為不只文大 全台近兩城 理想背景大學生都抽不到宿舍 陽明山在文化大學抽大群館 雖然是抱著種樂透的心態 但是種了並不是有多豪華多舒適 那是勉為其難 我有一個台南經驗 在台南市非常出名的 叫大林新村 當時的台南市長張燦宏 他就改變規定 就跟台南周圍的大學來合作 中央地方名代聯手 向市府喊話 要求著手新建宿舍版公宅 以文大大群館宿舍為例 一間房五坪大的空間 要幾四個人 平均一個人只有1.25坪空間 學生有如生活在乙居 加上教育部統計 全台有59萬大學生 都有住宿需求 但僅29萬人有宿舍 其餘30萬人必須自行在外租屋 但經濟考量下居住品質 公共安全恐怕都有疑慮 但即便現在已經新建了 幾千戶的公宅 保留給外地來就業就學的這些人 就業家就學的人 只有45個床位 只有45個房間 預計可以分回的這個房舍 大概是有450個床位 那教育部就是預計 全部提供出來 給大台北地區的公私利益的大學生 跨校的來作為一個住宿的使用 大概在109年的時候可以完工 教育部表示會加緊腳步 未來將釋出給外宿生住宿 但眼前台北市三處設宅 僅有45名學生能受惠 供不應求 就怕配套不足 讓在外求學的異鄉遊子 安全依舊沒保障 歡迎收看郭彥廷 張元春 台北報導